这个怎么办 这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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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呀 这什么呀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谁知道 皮子上面不对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这全都是这样的嘛 全这样 我都一张张的看了 这这皮子全都软塌塌的 面上全身烂疤 老白 你 你怎么打人呢 我打你 我吃了你的钱都有 你说你当着掌镯师傅 才一个月 那几百张牛皮啊 你瞅瞅这是什么 他妈赖蛤蟆皮 那卖给谁家 这 这也不能赖我呀 这我 我都是按牛师傅那样的配方干的 你别问他们 这时间做法 那 那点不对了 你们说 给我说这谁出的错 我们哪懂啊 你是掌镯师傅啊 你让我们怎么干 我们就怎么干呗 老月 你别落井下石啊 你这叫什么话啊你 什么话 大胖小子抱鲤鱼 年花 成废话 你给我说 咋回事 老白 是不是牛师傅这配方有问题啊 你是按照他 纸上的配方弄的吧 谁 谁这个 这配料 有没有什么猫腻啊 牛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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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出现了一大片一大片的烂疤 对呀 这就对了 怎么叫对了 按照那个配方下料 结果必然是这个样子 怎么说你是故意的 不不不 可是我想我这个手艺 反正生不再来死不太去 我要交给你 可是我活着又怕 交回了徒弟饿死了师父 所以我就保密 等我快死的时候 再交给你 你 那个配方啊 配料一样的不少 数量不对 你为什么这么干呢 我就是要看一看 我把配方交给你以后 你会怎么对待我 一个交了你这么多年的师父 怎么对待我 我给你们求家 卖了一辈子的命 赚了一辈子的大钱的一个老师父 我 让我寒心啊 你是怎么对待我的 配料方是人住的地方吗 你把我弄到这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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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到你 hod 为何 不过啊 他也没用了 一大批 几百张妞皮 完蛋了 究竟 完了 完了 小牛的 你是太毒了呀 你 你对我有意见 你 你这毁了多大一份家业呀 老白 别说了 他听不见了 他听不见也得听 老 他死了 他没死 你看他还笑呢 笑得得意 你还个牛皮 你还个牛皮 还个家业 你还个牛皮 别 给个水 不要洗呀 走 再来 走 走 再来 都六盆了 没事吧 废话 林老板 这牛师傅 这两天不大好 我看是不是 再找过大夫 你去看看去吧 配老房 去 到 这一缸都没了 这一缸都没了 梁老板 梁老板 正好你来了 你给我打水去 对不起 我不是干这个的 这牛师傅死了 到底该咋办呢 你问啊 这啥意思 我当然是问怎么发送啊 这天可是挺热的啊 我敢说不出半天非臭了不可 你这两天要是不拉出去 那区非得爬满院子都是啊 再说了他得的是肺牢啊 你弄不好院子里 上上下下牢牢上上 都得被染上 谁想想想别说了 可老东西 死了还饿我一回 按说呢 这师徒如父子 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您师徒 哎呦 你招训啊 去买口棺子去 最薄的 到乱坟岗子给他埋了 埋不了让爷子掏了他 梁老板 你这可不大厚斗吧 快 你厚的 那柜上就几个铜板 你厚的你添钱买去 他个老东西他早就该死 你干啥你 我干什么打你我 这么多人给你留点面子行吧 行 我给你留面子 我给我滚进来 进来啊 进来啊 校长 起来 你还有脸坐着 你跟我说那些牛皮子 都毁了 是真的假的 真的 你跟我说那些牛皮子 那还能卖吗 得赔多少 卖是卖不出去 那要赔多少啊 连宫本 带料 全赔了 那跪上还有多少钱 跪上钱全都赔进去了 什么 你的意思是不是 那些牛皮子都坏了 咱们家就一个大嘴都不剩了 也不是 你要不发那拖欠伙计们的工钱 能剩多少啊 房子 院子 池子 是不是 还有泡牛皮的大缸 做饭的大锅 吃饭的碗和快啊 破家吃完锅 这又是你爹说的吧 是 我爹说的还多的了 你爹 你爹 你爹个屁啊 瞧瞧瞧 你爹个大嘴都可以手指头 那祸屁了你 爹 看把你厉害的啊 你个秃了毛的架巧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跟你说了两满对 你是我们家的上门女婿 我告诉你 我可以把你削了 你谁不信 你削 那看你削 那不用你削个邓天糟 那让你一个人去对付那些 套债的火箭 跟那几成的烂牛皮 你去哪儿 你给种地去 你回来 你给我回来 给我回来 回来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 你把我们家给败光了 你就是想甩手走人的 你是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白眼狼 我爹怎么瞎了眼了呢 把我嫁给你这么一个 高适不如的东西 瞧瞧瞧 那两满对 那两满对 为了你们这个家 那起早贪行 干了四年多 那为了你们囚禁 我爹娘都不养了 那白眼狼 你跟你爹他白眼狼呢 爹 你敢再说 我打死你我 你打 又看你打 你打 可千千让你看看 两满对 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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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我告诉你啊 你别过来 你要再过来 我撞死你我 是不是以为我闹着玩呢 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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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码堆杀人了 两码堆要杀人了 爹 爹 爹 邱老板 爹 快 快 大把手把邱老板抬进去 把邱老板抬进去 快点 快快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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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来来来来来 来 慢点啊 来 放这儿 放床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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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顿 我在求家几十年了 这乔乔是我眼看着长大的 打小他就没有娘 这乔老板是挺惯着他的 因此爱使个小性子 可我说句公道话 他平时对你可不错呀 今天一生气 说了几句粗话 怎么着 你个大男人 怎么跟女人一般见识啊 还要动手打人 我跟你说啊 你就是不心疼瞧瞧 你得心疼他肚子里的孩子 他是不是你的肿啊 你要是把他们娘俩给劈了 你还能见到孩子吗 你怎么跟你爹娘交代啊 我跟你说 这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这男人没孩子还叫男人啊 算了算了 夫妻吵架没有隔夜的仇 床头吵架床尾河嘛 这皮箱布现在都成什么样了 你们俩还有功夫吵架 赶快商量收拾残局吧 我去趟棺材布 赶紧弄口棺材回来 要不牛师父的尸体该臭了 来 把刀给我 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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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来 你忘了 这一切是谁给你的 闭嘴 你就装 你就给我装 你再装一会儿 以后又没工夫装了 别过来 你要再过来 我就死给你看 你死 你现在就给我死 你不死我也屁了你 别过来 你别过来 爹 你不看在我的面子上 你看在孩子的面子上吗 那毕竟是你的亲骨肉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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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金钱就冲个儿子 知道不 要不时刻可以劈了你们 敢欺负我 想安生不 以后想安生不 想 你想安生就给我记住了 这个家以后净了 想 爹 求老板可真能装啊 装得真像 真厉害 厉害 厉害 厉害什么呀 那求老板装来装去 还不把自己给装进去了 要我说啊 还是梁老板厉害 要是梁老板的 这是梁老板呢 要是梁老板 那吴老板 就要是梁老板 咋样啊 不大好 废话 好了用着你啊 他是不是遇上什么 着急上火的事了 你把管那么多 你就说吧 能好不能好 就是好了 也是半身不随啊 赶紧开药 梁老板 何先生何先生 今儿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了 来喝点水 有谁啊 买口棺材 买口棺材 给谁买呀 给梁满队买呀 梁满队没死 是他的师父 我们的长座牛师父死了 牛师父死了 那还以为是梁满队这个王八糕子死了 这个梁满队 活着也不比死了好多少 怎么呢 那个邱老板 不是一只病的了吗 他是装的 装的 他是一边装病 一边盯着梁满队 可装来装去呀 愣让那个梁满队给气趴下了 我说呢 这臣子怎么老闹鬼呢 我说田老板啊 这球技皮浆铺 算是败在他的手里了 声声地把球技 给破产了 不对呀 那头两天还去呢 那牛师父还在那整牛皮 怎么说破产就破产了 还是因为牛师父嘛 牛师父不死了吗 是啊 他临死之前 把一个假配方 交给了梁满队 这梁满队 就照方配药 结果怎么着 一大批牛皮呀 全给熟坏了 坏到什么程度啊 可以说是血本无归呀 苍天有眼 苍天有眼呢 怎么讲啊 哎呀 牛师父 没有把那个 真的配方给的 给他个假的 高人 哎 田老板 这两板队 不是认你做他的干爹吗 没错 他学徒的时候 你不还借钱 让他往家里寄吗 怎么现在他倒霉了 你反而幸灾乐祸了 他是认我做干爹 可是现在这个王八糕子啊 休妻再去 建立忘义 整个就是个畜生 我跟你说啊 这种人早晚得死 你看了吧 你看的那口棺材啊 是这儿最好的棺材 你抬走 田老板 这梁老板 给我这点钱呢 只能买最差最薄 最烂的一口棺材了 我是看不过眼的 添了点钱 但也只能买个黄花松的 要买你这口红松棺材 我看也只能买个棺材盖了 不用 拿走 那这么跟你说吧 抬走 这口棺材 是我来答谢牛师傅的 抬走 那些熟坏了的皮子 你打算怎么办啊 我让他们继续把下几道工序做完呗 那能卖出去吗 卖不了皮鞋做鞋垫 反正人家不管脚底板有没有疤 像那能值几个钱啊 总比烧了墙呗 也只能这样了 那劳金的工资怎么办呢 给几个钱打发了呗 那他们要是闹起来怎么办 今儿你花子那么多呢 给警察数十几个钱 镇乎镇乎得老实了 那你说了算 咱们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那说你这花老啊这是 卖房子 这大套院咱也值个千百百大洋的吧 以后开个小铺子 油面馆 故意铺之类的 那也能过得不错 我看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跟你说啊 你跟个记住了 你是我老婆 我是你当家的 你少跟个是那小姐脾气 我这人我告诉你 你得个好点个知人土豹 你再像以前那样 你试试个凶了你信不 我再找个有钱的主人 当上门女婿接你信不 行 我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行了吧 给你打洗脚水去 我给你打洗脚水 葬了不愿意啊 好 好 愿意愿意 站着 别沉着个儿子 满顿 我的好满顿 以前都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那么对你 女后 我跟你生好多孩子 我什么都听你的 我做一个好媳妇 我好好地伺候你 怎么样 满顿 满顿 好满顿 好满顿 行行行 你咱还办正事呢 满顿 你亲亲我好吗 晚上再说吧 满顿 梁老板 您的棺材我给您抬回来了 这怎么说话呢 乘上我的棺材给我抬回来了 我是说牛师傅的棺材 我给您抬回来了 我跟你说让你买什么样的 我可告诉你 我就出个狗胖子钱 其他的你自己添啊 是是你是说过这事 您那俩钱我再加一个大子 这不 你蒙谁呢蒙谁呢 加一个大子买这么好棺材 是买不了 可是棺材铺的田老板 他死活不肯多收钱呢 他有毛病啊 你要不信 您去问问 那没点工夫 行啊 谁愿意出谁出 赶紧把那姓牛的 给你给抓了起来 抬乱坑子去 这可不行 人家田老板吩咐了 说要把牛师傅啊 埋到山西人的异地里 他谁啊 他谁啊 他出钱啊 是啊 他说他出钱 他出钱 成人都有啊 行啊 他愿意当着冤大头 他愿意给埋着京城去 弄十三灵性啊都不管 赶紧给我抓那姓牛的 伙计们 大把手啊 来来来 走走走 来来来 快点快点快点 走 哎呀 这这这这 这怎么意思这是 哎 挺挺挺 哎 我说 干儿子 我跟你介绍一下啊 这位老先生是包头山西会馆的管事 梁师傅 他听说你师傅不是病故了吗 专程前来吊咽的 这是牛师傅的徒弟 梁老板 接俺熟别 接俺熟别 是是是 那时候还愣着干什么呀 快给梁老板穿衣服啊 快快快快快 这我 你听我说干儿子啊 让你怎么的你就怎么的 牛师傅在世的时候 你可是他最得意的徒弟啊 我 古话说得好啊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啊 对不对 披麻戴孝呢 非你莫属啊 我告诉你啊 谁也别争谁也别争啊 非得是梁老板穿上不可 哎 来来来来 快给太太穿上 戴上帽子 戴上帽子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位就是梁太太瞧瞧 梁夫人 既爱熟别 既爱熟别 那跟你说啊 这俩人啊 生前对牛师傅那个好啊 今儿还主动披麻戴孝啊 哦 太羞肆了 羞肆了 走嘞 那说梁管师弟看着官子啊 红松的 可见他那对牛师傅那好啊 来来来来 准备定定啊 那说大家静一静啊 现在要给牛师傅定定了 都跪下 跪下 来来来来 哎呀 干儿子你跪一下呀 跪下跪下 你跪下跪下 哎呀 你跪下跪下跪下 来来来 填纸填 填 填 那跟你说啊 一会儿要定定了 你喊躲定了 你喊躲定了 那不会 我知道你不会 那交给你 你也能喊一句 你喊一句 哎 定定喽 躲定 喊了你 躲定 哎呀不对 你得喊师傅躲定 定定 师傅躲定 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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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师傅又定 师傅又定 躲定 躲定 又定 又定 哎 来来来 哎哭起来哭起来啊 哎 鸦 зах 快点 哭起来 哭起来 哎 哭起来 哎 啊 神愕 来来来 窝囊不 他给那姓牛的老东西 当回孝子 还得给古月班子赏钱 灰气 你跟那个田光宗 有什么过不去的呀 暖着也着闹闷呢 你说平时挺好的 可当老板以后没走动 不会呀 没想过去 唱这么一出 他姓田 废话 那他也是山西人 徐县呢 他姓田 田青也姓田 他们不会是一家子吧 什么把杆子打不着 田青的爹 那叫田耀祖 再说了 他两家那铺子住对门 平时也没见咋走动 那跟我们有仇啊 我给那个姓牛的老东西 烧了那么多纸 差点没把我呛死 你说他会不会跟那姓牛的老东西 有交强 不会吧 不会吧 行行行行 不管了 反正他出钱办丧事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什么事啊 对了 那张纸呢 什么纸啊 就老牛咽气时候那张 没看到 没看到 我可不知道 坏了 赵师傅 有事啊 把那配方给个 配方 配方不是给你了吗 我不是说假的 我说的是牛师傅验气时候那真的 你说那个呀 对呀 那配方哪儿去了 我问你呢 牛师傅死的时候 他端了一口血 我禁锢了打水给您洗脸了 我没注意那东西 你没收起来啊 没有 那屋里就咱俩 我没收 那肯定就是你收起来了 你收起来了 是不是 那洗脸书你拿的是不是 梁老板 你可 你可不能这么说啊 这么大的事 我可吃醉不起 你小刚子废话 你看看多番药黄 你拿着配方好 再找个地方当掌桌 师傅是不是 梁老板 这 上了天 小弟 这中间有良心 是你栽培我当了掌桌啊 我抱的还来不及呢 我 我怎么能偷你的东西呢 我 这 这真是 冤啊 我冤出大头来了我 甚至 你 老赵 我可告诉你 你要是拿了 你现在拿回来 省事没有 你要让我发现 有你好受的 拿 还是没拿 梁老板 我要是真拿了 我就平底摔根摔死 我 我 喝牛尾汤 我让骨头掐死我 我赶车 我让马踢死 我挑事 我掉到井里 我淹死 那天 行行行 那他哪儿去了呢 梁老板 会不会 你也没拿 我也没拿 那东西 估计还在老头手里 钻着 装进棺子里 给埋了吧 哎呀 哎呀 哎 那什么 您得好好找找 背不住顺手放哪儿了 马人不疼 解释吧 你 走西口 这个建议不错 这样一来 会使很多山西人通过走西口联系起来 进而唤起山西人爱家乡爱祖国的朴素情怀 又宣传了革命 又能为革命筹集到更多的资金 这个建议实在是太好了 王爷 你回到包头 与豆花呢 把这个刊物办起来 我让李毅过几天把经费给你们送过去 那倒不必了 油印刊物花不了多少钱 我们自己解决 那好吧 我们现在办这个刊物要隐蔽 不要一开始 就让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的真正里头 我现在也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没把你那篇宋门神 放在走西口的创看号里 还是你有经验啊 田青怎么样 挺好的 挺努力 一心想着东山再起赚大钱 赎回他们田家大院 他跟豆花不一样 他跟豆花不一样 我们对待田青还真不能操之过急 你过去之后替我问他好 我也等着你的好消息 好 那我就先行一步了 我送送你 田老板 田老板 您猜我给您拿什么来了 什么呀 这可是宝贝 这是牛师父留下的配方 梁满堆啊 这问我好几回了 他那么对待牛师父 这种狗屎不如的东西 我能给他吗 听说你搬进牛师父 原来住的那个房子里头了 那都是梁满堆的主意 不过这个配方啊 我是专门孝敬您的 你说我一个做棺材的 哪有那么人干啥 梁满堆早晚我快黄铺了 您把它盘过来 我给您当装住的师父 准宝比您开这棺材铺强多了 那考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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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要不你先把它留下 别见 你看这东西放在我这儿 您有什么不放心的 您什么时候需要随叫随到 田老板 您看这事儿 什么时候能定下来啊 啥事儿啊 就是收购梁满堆作坊的事儿 哦 听信儿吧 听信儿吧 那我就 我先回来啊 我先回来啊 臭狗屎 跟我玩这套 呸 哪儿去了呢 哎呀 哎呀 你说这哪儿去 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哎呀 当家的你就别想了 不就是一个破配方吗 你至于吗 我至于吗 我跟你说 我爹早就说过这种事儿 这叫 摇钱书底下买死人 这东西你得着它 它是聚宝盆 你丢了它 它能要你命 你的意思是 咱们家以后 还干这行儿啊 你会干什么啊 我会干什么啊 咱离了这咱能活吗 你说 真想他们说的似的 让这老死鬼拿去了 哎呦 你别说了 怪神人的 你 这会不会是牛 牛师傅 你别胡说八道 你别和鬼瞎人 你知道吧 你咋胆那么巧呢 我还怕吗 仍死我走 哎呀 行了 你出去看看 这不用 哎呀 你出去看看吧 要不然我睡不着觉 去 去看看嘛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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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谁 谁啊 妈呀 谁啊 当家的 有鬼吗 没有 那你咋跑得气喘吁吁的 毛闹春来 红枣来 当家的 我第一次觉得 你就是我的靠山 给你 快点 大家马上卸驼子 卸完驼子马上吃饭 大家都饿了 好嘞 天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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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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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这个徐木匠 你不去做木匠 怎么改拉骆驼了 那张 我和田青有话要说 借一步田青 借一步来 先过去 那说田青啊 这一趟下来累坏了吧 还好 您挺好的吧 很好很好 你比我更好 比您更好 不明白吧 你这样 田青 你把你的骆驼 赶紧安置好过来 能告诉你一件天大的好事 你有天大的好事 你现在就告诉我吧 不行不行 这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反正是好事不怕晚 你赶紧去 我在这备上酒席啊 我等你啊 快去啊 好 徐伯伯 走吧 天青啊 他找你什么事啊 也没说啥事 说是要告诉我一件天大的好事 天大的好事 他能有啥天大的好事 我看哪 他这个人有点摸不准 你最好离他远点 你怎么没这种感觉 我反倒觉得 他这个人挺仗义的 他是个生意人 做生意的 撒个谎排个价什么的 也没什么 那倒也是 徐伯伯 你是不是觉得 会有什么事情 那倒没有 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啊 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助理 助理 好 好 天气回来了 天老板 您怎么在这儿坐着 那等你呢 对不起 你有点事缠住了 没事没事 快进了部 来来来 进来进来 来就来呗 买这么些东西干啥 那就都准备齐了 天老板 这些是我从 俏可图带回来的 俄国香肠 您尝尝 好 来 拿来 谁来都一样 这可不尝 您是长辈 拿来 好 天老板 来 请 好 那再给您倒上 痛快 天庆啊 我要告诉你一件 天大的好事 但有个要求 把拿在海中 行 来 好好好 来 您现在可以说了吧 那告诉你 球技皮疆铺 完了 这么快 怎么回事 这叫什么 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 两碗队恶贯满盈 可遭报应 这是 两碗队是有些毛病 有些毛病 他毛病大了 他为了得到 皮疆铺老板的财产 他把你姐给修了 这什么东西这是 当人家上门旅逊 这个王八高子 好在老天有眼 老天有眼 遭报应了 遭报应了 我高兴了 来来来 天青 给我倒手 倒手 那再喝一炉 再喝一炉 来 咱爷俩一起喝 干了啊 好 干了 吃菜 吃口菜 吃口菜 您说的这么热闹 田老板 那这事跟您有什么关系 他和我没关系 可他和你有关系 和我没有关系 他皮疆铺一完蛋 只有你有能力 盘下这皮疆铺啊 那可不敢 那又不会收皮子 我跟你说啊 裘老板开始也不会收皮子 他不是有一个牛师傅吗 给他掌桌呢 我现在给你找了一个跟牛师傅一样的掌桌的 谁啊 就是皮疆铺那个新掌桌 姓赵的 牛师傅把那个真的配方给他了 就在他手里呢 那可现在也不成了 那都破产了 哪来的资金呢 你说钱呢 孩子 钱不成问题 我借给你 您借给康 那要多大利息 利息 我不要利息 我不要利息 那您图个什么 我就图个乐 只要梁满队 他完蛋了 我就高兴 我就高兴 田老板 那我就不明白了 您跟梁满队 哪来的那么大的身仇大恨 我本来和他没什么仇恨 因为你跟他有身仇大恨 我就跟他有身仇大恨 他先是把你姐给休了 又害得你入了大牢 害得你两年没有积蓄 差点让你们小两口没命 这什么人呢 我说你天青 天青啊 天青啊 天青 哎呀 其实那细想想 是丁可恨的 可恨哪 何止是可恨哪 一定要一眼还眼 一牙还牙呀 行 让我想想 哎呦 你还想什么呀 你怎么就不能像个 当然了 咱俩都姓天 我告诉你 这件事 要是让我遇到这么个机会 我连眼皮我都不眨 我立马就把他那皮浆铺 给他盘过来 我让梁满队拎着裤子 满大街也要翻去 孩子 你挣了大钱 把你爹输的田家大元 给赎回来 我比什么都高兴 比什么都高兴 老后 来来来 去 好 好了 田老板 别喝了 别喝了 来喝一杯 田老板 您今天是歌是歌多了 来 休息一会儿 我帮您躺下 来 再见 田 田老板 你好好休息吧 好 田青啊 你要生个儿子 该有多好啊 可怜啊 老了老了 西夏无子 我作孽呀 我把一个好好的儿子 弄丢了 田老板 咱们都认识一家子了 您放心吧 我会帮你找儿子的 兴雪还能找回来 找不回来了 田青啊 恶门都姓田 干脆我认你干儿子得了 这 这恐怕使不得报 您看 那都已经有一个义父了 再认一个恐怕不合适 你说那徐墨江是吧 对 徐伯伯他对我恩重如山 但理应是我的在世父亲 他冰个墙啊 冰个墙啊 您看这天也晚了 那也该回去了 您早点休息吧 好 改天我再来看你 好 哪点儿啊 哪点儿啊 天青 天青 徐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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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在这里 这兵荒马乱的 天又这么晚了 我有点不放心你啊 看你 老邦赶到去 您等多久了 我 我也是刚来 他跟你说什么了 也没说什么 不过这田老板挺有意思 多喝了几杯酒 非要任高当干儿子 你答应吧 那怎么能瞎成干爹啊 再说了 我不太了解他 天青啊 以后没什么事啊 少跟这种人来访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他开棺材铺的阴气重啊 是吧 徐伯伯 没想到 您还挺迷信的 我不是迷信 人们都这么说 错不了 行 那我们赶紧回去吧 走 哥 等会儿 你敢回来了 想着我了 想着我了 看着我看看 黑了 也瘦了 儿子呢 在这儿呢 快快快 长得真吓人 那是 也不看谁生的 他长得像谁 像你啊 是有点像 你看他眼睛多像你啊 鼻子像你 那当然 我鼻子最好看了 你看那小子 长得跟那小时候一模一样 跟你一样一样一样的 真好看 小爸 叫爸爸 你干什么呀 人家刚吃完奶睡着了 再说这么小 哪会叫爸爸 看你急的 这小孩长得不对 怎么没有眉毛 啥呀你 小孩都没眉毛 长着长就有了 你小时候也没眉毛 儿子就是不一样 从小架子就这么大 连看都不看了 爷 厉害 那是 那随根 有些人啊 架子更大了 正着两只大眼睛啊 旁边这么漂亮的老婆 也不正眼地瞧一瞧 哪能啊 没用啊 这个好老婆 哪来等个儿子 来 让个抱抱 等会儿 这次能回来 给你带来不少好东西 你先别说话 好好抱抱呢 好 其实能在外面 也特别想你 怎么更想呢 哥 你是特累吧 不累 我给你泡泡脚 解解法 不用啊 听话 不用啊 听话 找着给你准备好了 あ 找着给你准备好了 来 舒服吧 嗯 放着这么舒服的家 回都回来了 先不回家 跑出去喝酒 这不是让田老板帮子 给劫住了吗 你说这人奇不奇怪 他非要借给我钱 让我收购两半堆的作法 而且还不收利息 有这么好的事啊 那你没问他为啥呀 那当然问 那他怎么说 他说 阔小姐开窑子 就是图乱 讨厌啊 怎么说这么难听的话 那这么好的事 你没答应他呀 喜伯伯 他让我多加小心 但是我觉得 他这个人挺奇怪的 都喝了两杯 非要认得当他干日子 那你应成了 我怎么能家人干地呢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不知道 其实 我也不是没有动过 收购两半堆的心思 这倒好 他这个作法 现在经营不紧急 主要是因为 两半堆现在直动手艺 不懂经营 要是我来接手 可就不一样 我告诉你 还是现在这帮人 要是我来做 一定比囚老板那时候 做得更加有声有色 这话我信 不觉得你哥吹牛啊 哪哥有本事 当然信了 想归想啊 可政官现在 不打算接受 爱着跟梁家的面子啊 也有这个成分 但是更主要的 是要对金作坊 不感兴趣 那你对啥感兴趣啊 金商 金商啊 你知道吗 这次呢 借着拉洛特的机会 把所有走过的地方 所有的质格作坊 都联系上了 而且还把 俄罗斯专门收购皮子的人 也都联系好了 我知道你说这话 傻意思了 你是想啊 把一个个的作坊的皮子啊 全都收购过来 然后再贩卖 给那帮俄罗斯人 是吧 那么多会儿 就是聪明 那是 那你准备咋办呢 办法嘛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不能说 你跟我说说嘛 跟你说了 告诉你就不灵了 你说不说 我不说 你不说是吧 我不说 你小心点 你不说 别别别 快告诉你 就老爸 错了 错了 把脚擦了吧 你这写什么呢 我最近啊 在收集山西民歌 重新整理整理 来 帮忙 你收集民歌 小心点啊 那现在啊 再办一个刊物 就要走西口 办刊物 里面有个栏目啊 就是咱们山西民歌 你还真要办刊物 咋了 不可以啊 不是不行 也是 反正孩子现在还小呢 你呢 也没什么事可干 就当是下雨天打老婆吧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什么 你要打老婆呀 你打 你打 今天没下雨 睡觉 那天没下雨 你敢打你 小心孩子 打不打 孩子 孩子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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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您别走啊 买鞋铁了 不写大帅卖了 蓝队兄弟啊 都在啊 快回家 我找你有事 你跟我来一下啊 我有话跟你说 走走走 走走 抑哑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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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多经 Ivy 还惦记这事了 曼德兄弟 哥们这回可是天上掉馅饼砸在我头上了 我跟你说 我的一个本家大败 也是走稀口出来混的 这回发了 发大发了 可是也不知道怎么着 就得了一场怪病 要想病好啊 必须得散财 那我呢 就是他本家没出五福的侄子呀 就这么着 他给了我五根金条啊 五根金条啊 对 按理说 这金条不少 是吧 可是我想啊 这金条它不能下咋是吧 所以啊 我就想用这金条做个聘礼 取那个兔纯姑娘钱 然后呢 好换来他们家那个财产 你就跟我说说去吧 你别跟我说那姑娘已经嫁人了吧 不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有那么快的事 是啊 没那么快 那姑娘肯定是没嫁呢 但是敢跟你说啊 你那个挖坟掘墓的事吧 让人家老爷子给知道 人家老爷子气坏了 跑得我这指鼻子慢啊 嘴上无毛 本事不牢 你说我还敢再去提签呢 是吧 行了 咱再说啊 别别别 慢对兄弟 我那也是一时见才起义 你看 这是 我以前讨饭了是不是 可我也没拿谁家一块砖不是吗 要不这样 你把那个姑娘住在哪个村 哪个庄姓慎名谁告诉我 我自己去啊 你自己不能去 我为啥不能去啊 兴许那个姑娘她就王八丑绿豆 她就跟我对眼了是不是 你死了这份心肠不 我跟你说啊 你知道这老爷子他 他巨月呀 安上根尾巴就是头驴 你根本去也白去 明白吗 算了吧 行啊 不对 慢对兄弟 我好好问问你啊 你说那个姑娘住在乡下上 她也没见过我对不对 是 你也没跟她爹说过 我要娶她闺女 是不是 是 那她咋就知道挖坟掘墓的人 就是我呢 是啊 她咋知道 她咋知道 她 你 你有个仇人吗 对 我知道了 你绝对有个仇人 肯定是 让你仇人知道了 她打听着这老爷子家 她给你全都兜出去了 你快回家了 别别别 满对兄弟 这样的话 这事就更好办了 你看啊 我是肯定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我要娶那个兔存姑娘 要说啊 就是从你嘴里说出去的 你帮我想想 你都跟谁说过这件事情 你跟谁说了 那这个谁 她就是举报人 是吧 我跟他们都说了 你这 你死心眼呢 你这 那啊 我就挨着个的问 哎 哎呀 这不不不 这这等会儿 哎 我自己问 哎 哎呀 你 我自己问 你别问了 你就找到了 你说你打架不是个儿 你告状你没理 你干啥呢 对吧 哎哎 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 你剩个哥们不 是不是 是啊 你剩个哥们可能看你干啥事吗 就是 你 这样 我现在太忙 晚上敢请你喝酒 你请我 啊 咱顺顺亲 你把这事忘了吧 那好吧 哎 咱也甭找地方了 就上回你跟我说亲那个地方 就挺好的 行 行啊 行啊 那我走了 哎 这事忘了啊 哎呀 哎呀 我这这这这这 你这 你干什么呀 我问你 你是不是在打田青的主意 你管不着 你要敢打田青的主意 我就收拾你了 哎 哎 我问你 田青是谁的儿子 是我的儿子还是你的儿子 是你儿子不假 可你害他两回了 我不愿意跟你这样的人说话 我明白我天耀祖是什么都不是 是个败家子 但是我想过 我想过要赎回田家大院 我办不到 可能有个出类拔萃的好儿子 我儿子能为我赎回田家大院 所以 你要把我全部的都搭上 啊 要把那个良满队 那个王八蛋的皮姜铺 把他盘过来 从此以后 要他改姓 姓田 儿子会东山再起 帮他赎回田家大院 哼 再把夏三赶出去帮他出口恶气 让夏三那个王八蛋 死无葬身之地 让良满队 你个小瘪犊子 满大街要饭去 你别这么愁闻啊 这这个这是 我在想你哪句话是真的 我听你说得了 我没说那句话是真的 够拿耗子多管闲事 我说哥们 我都走出大老远了 还听见你们在这儿嚷嚷呢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我把皮子熟坏了 没法当正经皮革卖了 那就当鞋垫卖 这么一大张牛皮 那得捡多少鞋垫 谁家有那么多口子人 都需要店里的牛皮鞋垫 那不是没办法了 那你卖出去多少张了 还没开张了 我瞧瞧 捡个鞋垫拿回家去 这个 咋都跟长了卖似的 这多好的皮子呀 牛师父厌气的时候啊 把配方下错了 可惜呀 真是可惜 哥们我跟你说 你别这么一惊也渣的行不 这皮子它有人买呀 谁呀 铁炉匠 你看啊 这个打铁的不都这样围着一个围裙吗 是吧 这皮子虽然不光滑 可它隔热呀 对不对 也是 要不这样吧 我拿一张皮子去替你问问试试 行啊 那你 你说个价 打算卖多少钱一张 我也没卖过呀 那你这还成无价之宝了 半块大洋一张 半块 你还是继续在这吆喝吧 那我就 你说多少 你说 依我看 这皮子熟成这样 半块大洋十张 能卖出去就算是烧高香了 行行行 我不跟你掺和了 晚上别忘请我喝酒 你说多少是多少 你这卖了咱这酒钱不就有了吧 那我试试 试试 多少 吐个力是吧 试试 哥们嘛 就得为朋友 那个两肋插刀嘛 行了行了 那麻烦你了 咱哥俩 那我先走了 好 试试试试试 我听说 牛师傅出殿那天 是你批麻带笑 还给他打发摔摺盘啊 哥们 你可真仁义真孝顺呢 是吧 没事 这怎么还没啥呢 这 Мих progressive �托为先啊 那在天之灵呢得哭成啥样啊 是不是 这指不定 还能保佑你这牛皮 卖出好价去呢 你去吧 你真仁义啊你 那我先走了啊 先走了 卖牛皮出钱大水卖 这是包金钟写的 他吧 一直想加入咱们报社当编辑 我呢 就没答应他 他就写了这篇晋商传奇之一 车网长室 写的是儒商第一家 我觉得写的还挺好的 但我又不敢答应 所以就一直放着等你看看 这文章写得挺好啊 对长室家族成功的历史 描写得非常准确 关键是这篇文章的 政治色彩不浓 特别符合我们前几期的要求 那您的意思是说 他知道这篇文章是你课的 又没告发你 从这一点分析 这个人还信得过 不是可 是不是因为黑头牙的事情 他休了你 你心里还有结啊 现在呢 也不完全是 主要是田青那边吧 嗨 心胸开阔一点 因为我们干的是 立国立民的大事 再说我们的报刊是地下的 就是吸收他进来 你们也不会经常见面 稿子凑极了就发第一期吧 行 我有个事要提醒你啊 上次笔记被人认出来 这是个教训 以后你要练着用仿送体 这样不容易暴露 我明白了 来来来 你们看 这就是两满对那熟坏的皮子 怎么样 你看看有没有用 没有用就给他退回去 就说人家打铁的师傅嫌他贵 他要多少钱 半块大洋 十张 真的呀 那不得赔死啊 想这么大一张皮子 能卖多少钱啊 两块钱大洋 一张卖两块 十张卖半块 赔大了 你们没听他叫唤那个词啊 我给你们学一学啊 卖牛皮嘞 出血大帅卖嘞 够结实够便宜嘞 买回家捡个鞋带 十年八年用不坏嘞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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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别唱了啊 这次两满对是出血出大法了 你们想想看啊 这四十张皮子 卖一张皮子的价钱 那不得赔死啊 没错 这十张皮子卖半块大洋 是他要的价 皮子熟成这样 根本就一文不值 三十张皮子 能卖一个大洋 就算是烧高香了 徐伯伯 您还记得 咱们在恰个图 您看过的那个陆皮挡墨机吗 记得呀 我有印象 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 我一打眼就全明白了 就是一条皮带 带着两个轮子 一大一小 然后大轮带着小轮转 它最关键的技术啊 是在两个轮子中间 缝隙的大小 还有砂纸颗粒的粗细 哥 你好像明白了 你想拿废皮子 做陆皮吧 对 陆皮呢 是打磨皮子的正面 至于背面 做好的成品 根本看不见 就拿这张皮子来说 牛师傅的配方 只是把满顿的牛皮面 烧坏了薄薄的一层 整个皮子的手感韧度 还是相当不错的 还真是啊 我刚才没注意啊 看来这牛师傅 对两满顿还是手下留情了 没把他的几百张皮子 全都给熟成一锅粥啊 薛伯伯 要不咱们试试 我们就拿这张皮子做事业 如果成功了 两满顿的几百张牛皮 就完全变费为宝了 天青 你可别吃一百个豆 还不嫌腥啊 两满顿这个人 把咱们可是害得够惨的了 对这种人 你可是一丁点测瘾之心 都不能有啊 放心吧 我对两满顿自有分寸 可现在最关键的是 徐伯伯打磨鸡 能不能做出来 是啊 如果没有打磨鸡的话 那说什么都是空话 行 我去备料去 那给你拿点钱去 不用 我有 小小 爹 我好想我娘 我真的好想我娘 我娘要是活着就好了 你看 我眼看就要生了 连伺候月子的人都没有 娘 娘 娘 爹 您是说天凉了吗 娘 凉满顿 娘 您是说凉满顿他娘 爹 您的意思是 让凉满顿他娘 让凉满顿他娘 爹 来伺候我做月子 天老板 这事怎么还没打得明白呢 盘下那么大的皮匠作坊 那不是买块地种地瓜 说买就买呀 你得容哪 掂量掂量 我这有句话啊 我只跟你一个人说啊 这今天凉满顿把嗓子快喊破了 愣是一张牛皮都没卖出去 他说了 他说回去就一把火把牛皮全给烧了 好啊 他没说把作坊都烧了 我这跟您说正经事 那也说正经事 我跟您说 天老板 现在啊 现在可正是火候 该下赵来了 您把那个作坊盘过来 我的技术算股份 保证用不了三五年 您准能发大财 怎么也比 您看这棺材破 整天盼着别人死人强啊 说什么话呢 盼谁死了 可你 别急啊 有句古话说得好 任凭风浪起 稳坐钓鱼台 两满对已经是瓮中之鳖了 你就请好吧 那你也别等过火了 让别人站得先了 别人 哪个别人呢 谁有你老赵这样掌座的师父 那倒也是啊 老赵啊 你还得给我盯着点 盯住两半队 有什么消息 马上告诉我 您放心吧 我这 看见了吗 拿着 你这又给钱了 这 给我盯紧了啊 你放心 我就是忘了自己姓什么 我也忘不了田老板交办的事 那我先回答 啊 当驾的 擦擦脸吧 来 今天 卖了几张皮子啊 一张没卖出去 没事 明天呀 肯定就能卖出去了 明天不卖了 不卖了 你敢一把火拳烧了它 别呀 你烧了它 咱们一毛钱也赚不到 这窝囊窝囊 当家的 你别这样 就算一张皮子都卖不出去 也没关系 咱们家有房子 有院子 还有池子 有缸吗 就算坐着 也能吃上十年八年的 饿不着咱们 你说呢 咱以后的日子 还得过吗 哎 就觉得对不住你爹跟你 行了 你也别想这么多了 我去打盆洗脚水 给你洗洗脚 解解乏 嗯 撑 就撑你这么样 那以后一定好好待你 您容那儿传口气 啊 那传口气个堂堂正正 把败了的家给你掌回来 行不 嗯 慢多儿 其实我也觉得挺对不住你的 我不应该那样对你爹娘 我想好了 我想把他们接回来 还租 租房子呀 租什么房子 如果咱这个作坊 要是关了门的话 这不哪哪都是房子吗 你真这么想 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说话蛮横 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 但我从来没有说过假话 我真的想 把你爹娘 从山西接过来 再说 这孩子 也要出生了 谁看着 也不如爷爷奶奶看着吧 这老婆 你这干嘛 没事吧 来来来 真好 老婆 你就这样 就这样 咱俩就这样 我就有信心了 那腾出经历 咱就干他点大事 听说没 那田青 他那儿子名都齐好了 叫田栋梁 你跟个生个儿子 一定跟个生个儿子 行不 咱说好了 是俩 那儿子 那儿子 他那儿子的名都齐好了 叫田栋梁 你跟个生个儿子 一定跟个生个儿子 行不 咱说好了 使点劲 那要个溜光帅滑的胖儿子 名个都起好了 肯定压倒那田栋梁 咱叫电魁 金卵殿上 咱都是大头的 聊电魁 想让我 谁跟你说 叫梁殿魁的 应该叫 对 秋殿魁 咱不管他姓嗓 老婆 反正他是咱儿子 只要你跟现在这样 跟了一条心 咱们就做点那惊天动地的大事 让他们瞧瞧 咱上去个殿魁 来 那给你洗脚去 看看皮子 看看皮子 卖皮子 卖皮子 装好了没有 好了 好了就赶紧扎紧时间 咱还得赶路呢 怎么样 您看看 价格便宜 零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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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吩咐了吧 看皮子 卖皮子 这该说的昨儿晚上都说完了 我就怕这二老生气不来呀 你过去帮个说说好话 这回是瞧瞧先提出来 让他们二老过来 他是真回心转意了 皮子 还有 你和我爹说 这大院现在是恶熟了 算了 绝不让他受委屈 你呀 早该这样了 行了 来 去吧 哎 怎么着 今天又摆摊啊 死马当活满一吧 今天再卖不了 一把火烧了 一把火烧了 哎呦 零老板可真会开玩笑啊 那我走了 怎么样 不错 还真是有点意思啊 怎么样 好 听一下 田青 田青 哎 田青 何建成 怎么 要住眼盘啊 是啊 去你们老家齐县 真的 您到齐县干嘛去 结马就是他父母 我这不问你们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话又烧的没有啊 您等一下先生 哎 何建成啊 这两满队 怎么又要把店娘接回来了 哎呀 这满队啊 其实也不是不孝顺 是求巧巧太刁门 这作坊现在不景气了 估计巧巧啊 也就跟着掉了价了 他只有靠两满队了 要不两满队啊 一发脾气回山西了 他可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了 其实想想他也够可怜的 脚上的泡啊 自己走得怨不得别人 这两天两满队 也急得跟啥似的 说了 今天要再不开张 他就把牛皮都给烧了 先生 这里面有件皮啊 是我哥从掐个图 跟我娘买的 还有一件旗袍是给我姐的 还有一些笔墨纸艳 铅笔橡皮 还有方格子本 这是给青青的 你给阿娘捎个画 阿娘识文断字 你让她没事啊 给青青识个字 断个文什么的 别让她一天到晚的 瞎玩疯跑的 好好 我一直把画和东西啊 都带到 走吧 回去吧 行 路上小心点 回吧 好 别堆那么石 着不了 我爹说过 人心要石 火心要虚 快拿过来 别堆那么石 着不了 知道吧 知道了老板 知道了 知道了 还有没有 都拿过来 瞧瞧 去把爹请过来 让他老人家也看看 这千年一景吧 快快 都拿过来 都来了吧 送他拿过来 好好好 行 咱今天提前过年 放个焰火 那边 爹 那些熟坏了的皮子没人要 板顿说要放火烧了 爹 你可别着急 咱们家越烧越旺 就图一个吉利 走 梁老板 你真要把牛皮都烧了 那是蛤蟆皮 那是蛤蟆皮 跟个看烟火去 烧了多可惜呀 那烧的是我的钱 你怎么下成这样呢 呢 你真正好 什么新的 人家忍不得到 爹 您老清明一辈子 临了临了走了眼了 选我这么个上门女婿 您本来是想保家业 行作法 给您这宝贝女儿找个靠山 可我是个窝囊废 您这一辈子心血 一把火这是要烧了 行 我两把队对不住您 牛师傅 您赢了 您这是当着大家伙的面 又给我一顿大板子呀 那福 彻底福了 生姜还是老的辣呀 拿来 来 来 慢动兄弟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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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动兄弟 你这是整什么呀 你看着就成了 别别别别别 你别全烧了 你给我留几张行不行 一分钱买个蛤蟆皮 贵贱都不是个物 你走了 不不不 你看你看你看 你那皮子给你卖了 这就是那钱 谢了 留着娶媳妇吧 别别别 你坐下 慢走兄弟 你看 上回我不是从你这儿 拿走一张皮子吗 我呀卖给了一个打铁的 人家打铁的一看 这皮子好 隔热真好 我看 我最近也没什么事干 要不然 我替你卖这些皮子怎么样 卖也卖不了几个钱 你瞧不起人 我跟你说 我不费吹灰之力 这些皮子我全给你卖了 信不信 猴爷爷呀 哎呀 你看看 你看看这堆这赖蛤蟆样 你再能吹也吹不掉 整牛来了 我吹 人家 我吹 我吹什么我吹 行了你 爱信不信 上赶的不是买卖 都看见了吧 这才叫真正的有钱烧的 你等等 掌握анный 如 也太兔可是 沈钢 一命 你 满饿 van 有钱烧 Rechts 别me 你 那个 你 你 还不是 你看你的 你 我 呃 就在这儿聊啊 哦 酒 酒馆 呃 我请你 哎呀 废话吧你 走走走 你说你啊 你得承认 这干力气活啊 你是比我强 这要是论起做买卖 你呀 那就是包头跟太远 差远了 你说你啊 卖牛皮嘞 出血大甩卖嘞 哎 又便宜又实惠 买回去捡双鞋垫 十年八年穿不坏嘞 这主意搜不搜啊 你那一份牛皮怎么也能捡个七八双鞋垫 你左口一个你爹说 右口一个你爹说 你爹有没有跟你说过 有钱不买半年闲呢 这谁家没事买回去几十双鞋垫 留着压箱底啊 你这牛皮啊 做鞋是不行的 可是有一样 完全用得着 想啊 定掌 定掌 现在这人哪 穷人居多 就是富人 好多也把富字当穷字叫 那一般都是新三年旧三年 冯冯补补又三年 你说的这不是这把冯衣裳 嗯 这鞋也一样啊 你看 就拿我这鞋说 新做的 趁他没下地之前 呱唧 给先定个鞋掌 对不对 所以说呀 包头镇的大地面 咱不说那常住人口 就说那些来来往往的做生意的人 就得成千上万 你说一天得定多少鞋掌吗 嗯 是 是不少 可是有一样啊 你这么个大老板 抱着那些牛皮满大街找休邪将 这不大体面吧 不体面 我行啊 你别看我瘦 可我啊 脸皮厚 我替你卖去啊 嗯 可我现在啊 没有本钱 你得先把牛皮给我 我得卖完了之后啊 再把这个钱给你 怎么样 你说一张牛皮多少钱 刨去我的三城 给你这么多 哎呀 你要是不愿意啊 你就回去接着烧啊 这会儿天黑了 真要烧起来 那可就像过年放焰火了 你两满堆在包头 可就一夜成名了 哎呀 成交 别别别 你可千万别勉强啊 少废话 谢你 谢啥 咱哥们嘛 啊 你看 就凭我这张嘴 你这回的牛皮 他赔不到哪儿去 是不是 你就耐心地等着 等我把牛皮卖完了 把钱给你拿回来 是不是 哎呦 吃着呢 回来了 来吧 你拿碗吃吧 我现在是酒足饭饱 从两满堆那儿回来 两满堆这么抠 能请你吃饭 哎 不但请了 还是心甘情愿 这就叫能耐 行了 别吹了 快说说 事情办得怎么样 你还别说 今天真是好悬了一把 我今天到球技作坊的时候啊 我看见两满堆 把所有的牛皮 都放在院子里头了 拿着火把就要烧啊 那他烧了没有 哎呀 有我在 他能点咯 行了 就别卖关子了 快说这道咋回事啊 直接说结果 两天之内烧不了了 嗯 这就容出功夫来了 还别说啊 咱还真得抓紧时间 今天呢 是凭着我这三寸不烂之蛇 算是把两满堆给白活住了 可我要是卖不出这个皮子 两满堆真要发怒了 他真能把这牛皮给烧了 哎 薛伯伯 你干什么去啊 干活啊 哎呀 再急得把饭吃了呀 我是怕两满堆 不给我那么多功夫啊 这您放心 明天呢 我去告诉两满堆 就说我拉肚子 哎 好汉还经不住三袍稀释 是不是 这吃饭的事 这一拖啊 又是三两天的功夫 这小子是脊梁 但就是不往正地方用 徐师傅 这打人不打脸 接人不接短 我不就尿了那么一回炕吗 我现在是浪子回头 金不换 是不是 天青 你别说 这世猴经过了牢狱之灾之后 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这是跟什么人学什么样 跟着巫师就跳大神啊 这话说的不对啊 应该是挨金成金 挨欲是欲 我跟着田青 豆花这两个好人哪 我兽猴 他也能成金成玉了 是不是 当家的 你坐在这干嘛呀 走啊 这不等兽猴呢吗 现在还不来 兽猴这个人 连别人家的坟墓 他都敢挖 他说的话靠谱吗 他说的有别子有点没错啊 那他现在怎么还不来呢 对了 你给他几成粒啊 三成 三成 你答应他了 他原来要四成呢 你看看你看看 他还嫌少了是吧 他这个 无力不起早的主 这猴子猴尖猴尖的 你给他少了他能干吗 满堆兄弟啊 满堆兄弟 哎 你敢来了 哎呀 哎呦 你咋才来呀 哎呀 我这肠子是拧着劲的疼啊 呦 这不吃上不想饮东西了 没有啊 昨天晚上 我们一块喝的酒吗 哎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哎呀 那还是啊 我今天就起来的晚了点 我懒得动 就顺手吃了一个凉饼子 又顺手喝了几勺凉水 哪能不闹肚子们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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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们 我这一个时辰拉了五回了 哎呀 不行不行不行 身子软了 要拉 哎呀 身子软了 哎呀 哎呀 你这怎么弄的 你这 哎呀 兄弟啊 你把你那个皮子 你你 行行行 别皮子了 你赶紧看大夫去吧 哎 别别别 看过了 看过大夫了 人家也说啊 你这吃啥坏东西了 人家不给我要啊 哎 赵白生 我 我没钱 人家不赦给我 多少钱 哎 一毛 两毛 一毛就够了 行行 哎呀 你你真大方 要不说咱俩是哥们儿啊 行 哎呀 哎呀 你真大方 那那那个钱呐 我先拿着 等我卖了瓶子我再还你啊 不用不用不用 等我卖了瓶子我再还你啊 等我卖了瓶子我再还你啊 不用不用不用 那我先去了 那我先去了 哎 那我先去了 哎 哎 干嘛去啊 哎 我买点东西 哎 哎 上好的砸碎 哎 要看啥 老板 二两砸瓣 好嘞 您等一下啊 别急啊 马上就好 啊 哎 哎 好了 哎 哎 哎呦 肚子疼 哎 肚子疼 怎么了 哎 不行了不行了 我不买了啊 哎 这东西怎么了 哎 我得先上药店 我得瓦西 不买了不买了 哎 有你这样的人吗 这东西都弄好了 你又不要了 我上药店 这不怎么做生意呢 我一会儿出来准买 我一会儿准买准买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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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怎么了 哎 我这肚子疼得厉害呀 那我给你抓副妖 啊 啊 啊 我这个毛病啊 给我 我整两个山楂丸就好了 哦 你等会儿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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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进你们药店 就不疼了 哎 这山楂丸我就不要了啊 哎 哎 有病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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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ing 哎 哎 哎 ax 哎 哎 哎 门 哎 哎 哎 搞的 啊 太好了 成了 徐伯伯 真看不出来 你有这么大本事 怎么都不讲个木匠 这就叫隔行不隔离 这样拿到下个图 肯定是个一等笔 哥 赶快通知寿伙 把皮子全收过来吧 好 快 徐伯伯 你太厉害了 来 快快 坐那儿喝杯茶 来 徐伯伯 走戏口第一期 已经映出来了 按您的意思啊 我把那每一份啊 装到信封里 寄到咱们以前预选的那些 读者家里去了 好啊 你现在不方便 搜集反应的事啊 你可以让报警中去 他可以对外面说 接到了一份 走戏口的游印刊物 用交换看法的形式 既不暴露身份 又能知道读者的反应 多好啊 我明白了 我能不能给田青留一份啊 对 别让他只想着 收回田家大院的事 还有您呢 徐伯伯 您不能光想着您自个儿的事 还得想想跟赶娘的事呢 赶娘啊 好玩吧 你跟我耍毛腻乎 你不是老跟我耍牛皮吗 哥 你 今儿个让你看看牛皮 赶紫子 老老老 sopr 我 我说 松改 说 两半噜儿你个王八蛋 你会后悔的我跟你说 我给你找了一个大客户 你那些生皮子 人家全都收了 接着骗 两万顿 你个浑蛋 看见没 这是不是袁世凯的肥脑袋 傻眼了吗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给我擦擦 跟你说 今儿你不跟我说实话 你甭想出这门 咋了 你那牛皮你还真想把它给烧了 我跟你说我不干了 我把钱给它送过去 怎么的 你还想抢啊 那赶紧到头玩呢 你这人怎么不识斗呢 你现在出去赠大风着凉了怎么办 坐坐 擦擦 行了 咱俩咱俩不闹了啊 咱谈谈正事 你那大客户到底怎么回事 你别老瞒着呢 行了行了 哎呀我瘦猴大人有大量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这个大客户啊 是口外管修鞋的老大 这口外所有的修鞋匠都给他管 知道吧 他姓曾教曾 你咋那没规矩呢 那黑道上的人能随便告诉你姓名啊 是是 他出多少价 就按你出的那个价半 十张牛皮一块大羊 还能再加点不 你个量满对你就是人心不足蛇吞相 你那眼看就要被烧了的牛皮 我以为你弄回三十块大羊 你还要加呀 你破事我不管了 我不管了 那卖了 卖了 你早说卖了少费多少事 他 他省手提货 这个 定金你先收着 这个货呀 每天提五十张 不过这个皮子你得保护好了 不能淋雨 不能受潮 橙色有一点变化 人家可就不要了 这个货一共分六次提 每提五十张 就给你五个大羊做定金 知道吧 这个啥时候提 人家说了算 行了行了 真的 咋样 成 那肯定把皮子给你保管好了 你省省需要提前说一声 保证无不了事 这样吧 今天下午就先来两车 先拉五十张皮子走 成 成 成啊 成 行了那我走了 好 哎呀 这风可挺大 可别让我受凉了 你 擦擦 哎 哎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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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蛋 嘿嘿嘿 谢了哥们啊 邪了门儿了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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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唱的是哪出啊 哥可不是烦心事儿 这是天上掉了大馅饼喽 嘿嘿嘿 哎呀 这个猴精全给卖了 嘿嘿嘿嘿 那三百张牛皮就卖了五块大羊啊 这是定间 全卖了给三十多块 三十多块啊 嘿嘿嘿 这瘦猴啊 以前连一个眼都瞧不上 这会真帮上门儿了 嘿嘿嘿 怪不得那个爹以前尝破 你别你爹说你爹说了 快跟我爹说去吧 嘿嘿嘿 嘿嘿 这就叫 持有所短 退有所长 爹 嘿嘿 满队啊把三百张牛皮都卖了 卖了三十块大羊呢 梁满队有没有问你 谁要买牛皮 我跟他说是修邪将的老大要买 他就信了 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有人跟着你啊 我能那么不长教训吗 我还特地看了一下 这回真没人跟踪 那好 可是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搬家 搬家 小心无大碍 往哪搬呢 往城外搬吧 实际上我拉皮子的时候 看过城外 就算他想跟也跟不上 哎呀 依我看啊 就算他知道这皮子是你买的 又能怎么着呢 他那要烧的东西被你买回来 他白赚三十块大羊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 梁满队这个人 心眼特别小 而且嫉妒心又强 如果让他知道这个皮子是额买的 不告诉他 那您可把这个皮子就地给烧了 嗯 还是听额哥的吧 咱搬吧 好 要不现在就去城外 就一间宽敞的屋子 把咱们的磨皮鸡牛皮全都拉过去 哎 守候 别分六四题后 以免夜长梦多 咱一次就把那三百张皮子全都拿过来 另外 为了打消梁满队的疑心 价钱方面咱们再商量商量 再给他加一倍吧 天青 咱为啥要再给他加一倍的价钱呢 我觉得咱们 在这个时候这么做 有点沉沉之危吗 其实是让自己的良心好过一点 我看这么办最稳妥了 哥 现在你就去吧 南社长 报上少爷 请坐 请坐 今天啊 我收到一份邮件 走西口是不是 我也收到了 那您看了吗 刚翻了两页 就让编辑们给抢去了 哦 这个啊 我倒是看了 我觉得有很多文章都写得不错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刚看了两页就被他们抢去了 这个不敢妄加评论啊 那编辑们看了以后都怎么说 哎 他们是争相传阅趋之若鹜 都没见过什么大事呢 是 社长 我倒觉得您真的应该好好看看 哎 您知道吗 这走西口 现在在包头城里 早就皆谈相议了 真的啊 这这不会是 根根根毁当那个地下 那个 这个 这个我可不敢说 不对 哎哟 你咋诗啊你 不对 什么不对不对的 我可告诉你啊 我这肚子里 可还怀着电魁呢 没事吧 有事就晚了 你说你在这 胡宋连想什么呢 那听说过 那柳子里边有大当家的 这集市上啊 也有那树棍立弯的 那咋就是没听 入个修邪将里还有老的 这有什么奇怪的 连花子里面都有花子头呢 在哪个行当里面 没有行帮啊 没有祖师爷啊 你看那个修邪的他出摊 他得向那个当地的 地头蛇交保护费 对吧 他有地头蛇罩着 他还有老大干什么 你说的也在里啊 哎 你管他呢 你管他又没有老大呢 他只要给你钱买咱的皮子 不就成了吗 不不不 那老觉得这里头有猫腻呢 那别让这猴子崽子 给耍了吧 等那些拉皮子的人 来拉皮子的时候 你问问那些车老板 不就知道了吗 梁老板 拉皮子的来了 说着就来了 傻大鸽子 梁满顿 你还认识我 废话 一起共过欢单的兄弟 你能想着来看看 走 进窝喝茶 不不不 我不是来找你的 我是来拉拉皮子的 哦 拉皮子的是你啊 啊 谁让你来的 你问这个 啊 嗯 行了 你不会撒谎 对不对 不会撒谎 哎 那你就告诉我 谁让你拉皮子的 这个他 那个 谁 他不让他说 对嘞 咱是哥们儿不 是啊 是哥们儿你瞒我做事 那 我没瞒你啊 嗯 那不能说 那不能说 不能说 不能说 那啥 给他拉五十张皮子吧 哎哎哎哎 你别动啊 哎 跟俺 进屋吃饭 哎 咱俩好好聊聊 满顿 哎呦 今天就算了 嗯 还要拉皮子呢 哎 吓会啊 一定 一定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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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把手给我举下来 好 白动它 好 朋友 你 你别开枪 你要搅个改子 衣服 搅 脱 好 好 这 好 快点点 好 再拖 你敢回头我整死你 好好 这跟朋友 我说了 你敢回头我整死你 是是是 裤子 大爷 这裤子别脱了 再脱光眼子了 老子就稀罕光眼子的 这到了哄上就不用点灯了 啥 下的尿裤子了吧 救好了 叫哥们 你咋开张玩笑了 梁满堆 我可没跟你开玩笑啊 是你跟我开了一个 不该开的玩笑 那咋的了 你咋了 你心里明白 我已经跟你说了 人家是黑道上的人 道上有道上的规矩 你说你跟踪人家的大车 是什么意思 要不是我拦着你 你被人发现了 你的小命就没了 上手跟踪了 那你鬼鬼祟祟的 做啥呢你 你 我从头看朋友不想来 是不是那个 兔纯姑娘的老爹啊 我跟你一起去 走 走 走 不去了 哥们 别忘了 你要再不遵守规矩 那剩下的牛皮 你就当柴烧了吧 小六 一块 李小二 他是一块二 一块半 小桌子 一块 完了 完了 就这么完了 我爹辛苦了一辈子的皮匠铺 就这么晚了 晚了 你笑什么 我笑我呀 还不至于像田青一样拉骆驼 你可别去拉骆驼 那一走就好几个月的了 我和孩子怎么办呢 也不知道这何先生 能不能把我爹娘抢来 好 马歇下来吧 喂喂的啊 知道了 爹 娘 快吃吧 还热乎着呢 丹丹啊 拿双筷子一块吃吧 哪吃过了 这正吃饭呢 打扰打扰我 您来了 先生 这丹丹啊 刚给我们送来了饭菜 这还没吃呢 你没吃吧 哪有这么文化的 娘 能回去给他拿点吃的吧 不用了 我正带着呢 现成呢 现成 我们再穷也请得起您一顿饭呢 是啊 下次不许啊 好好好 先生坐吧 娘 能回去看看个娘和亲亲 丹丹 你弟弟和你弟媳妇给你们三个人带的东西 谢谢您 那您先坐下吃饭吧 好好好 快过来 何先生 那我先喝点 来 这是酒啊 这是肉啊 好 清清啊 你这文房四宝 给 谢谢姑姑 娘 这是给你的 来 试试 给我的 来 试试 好 试试 合适吗 太合身了 就像亲自给你定做的一样 你别说这豆花还挺有心的 来 你也试试 娘 我就不穿了 我这天天不是做饭就是放羊 我穿它干啥啊 人家豆花都给你买了 来 我看看 穿上 你最近是怎么了 咱还总是这样啊 来 快坐坐 娘 我没事 可能着凉了 瞎说 那有一着凉就好几个月的 身上不舒服 该看大夫就得去看大夫 别硬撑着 娘 那没事 那又不是纸糊的